来了杭州,只能去西湖,雷峰塔,林影寺,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吗?当然有。杭州小仲代开发景点那么多,你去过几个呢?全都去过算我输。 拱城桥,要说金航大运河哪一段最吸引我?可能就是拱城桥这段儿了。随唐至今,拱城桥已经在这里默默尽首几百年了,运河两旁的大街小巷,充满了浓浓的江南水香色彩,游玩了拱城桥,还可以去西边的很多小众博物馆逛一逛。 意料不到的散博物馆,扇子博物馆都能免费进场。物件虽小,智慧不少。这些博物馆能让你对这些小物件有一番兴盛事。这里有很多杭州首作工艺品的特产。天堂散,王兴记扇子,张小泉剪刀。交通地址。杭州市五拱树区乔农街一号。江树铁路遗址公园。 杭州江树铁路是浙江的第一条铁路。现在已经不再通车。但铁轨仍旧横卧。默默讲述曾经的历史。铁路旁边还有一个陈列馆。馆内陈列着很多物件和文献资料。 讲述杭州第一条铁路的故事。铁路对面是丝联166厂的旧址。不过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创意园区了。交通地址。杭州市拱树区景昌文华院96号。 小和直接。这条街上生活着许多地地道道的老杭州人。午饭时刻隔得老远都能闻到餐厅飘出的饭菜香味。周边还有各种创意文艺小店。 非常适合拍照。非常接地气却没有杂乱的感觉。反而有一种十分美好的市井气息之感。 沿河两安有很多名不经传的小馆子。闲暇时候可以选一个零河位置。看着运河景色。吃着地道杭州美食。可以说最惬意不过了。 交通地址。浙江省杭州市拱树区小和路41。法云安曼。法云安曼。它的设计理念源自于八世纪的中国村落。可以说是目前杭州最贵的杭州最贵的酒店了。大名鼎鼎的林尹寺和永福寺就在旁边。法云安曼保留了杭州最原始村庄的木头和砖瓦结构。房间形态各异的散落在小村当中。 平民窟女孩可以去吃吃逛一逛。土豪请自动入住。交通地址。西湖街道法云弄22号。杭州佛学院。万万没想到的经典之一。杭州佛学院让你从此出家有着落。这座佛家学校位于天竺法境禅寺里。距离法云安曼不远。就在隔壁。 日常都是不对外开放正常上课的。只有周末时候可以进行参观。佛学院偶尔还会开设高端禅修课程。我觉得自己需要去修炼一番。 交通地址。杭州市西湖区天竺路112号。满头山社区。杭州这座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。给人的感觉永远都是兮兮兮兮兮。 而要说哪里最有老杭州的风情。那就非满头山社区莫属了。这里总会营造着一股浓浓的市井生活气息。 却少了几分庸俗。整个社区老时间兴罗其部。家家户户都在老房子之中若隐若现。随处可见各种小桌椅。午后十分。大家坐在门口聊天纳凉。 静密书室。好不尽兴。交通地址。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万天四路54号。天竺三四。大家都记得发生在林颖寺的神奇传说。却很少有人还记得。在杭州有一处三天竺。这里距离林颖寺不是很远。少了大景点的喧嚣与嘈杂。要是走累了。还可以去周边的寺庙去吃上一顿摘饭。 断歇歇脚。摘饭非常便宜。五元钱。如果恰巧逛过了飞来风。那么沿着天柱路一直往前走。周边风景也是极好。走不多会儿就能到三天竺。 交通地址。杭州市林颖寺。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。要说杭州哪里最吸引文艺青年呢?那一定是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。这里的建筑风格特色。 使得这里成为杭州最具特色的校园。一走进校区。迎面而来的艺术氛围。放眼望见。各种建筑形态各异。错落有致。十分吸引眼球。各种中国传统建筑争相呈现。 山水与建筑完美融合。每个建筑之间走廊连接。平台小屋。传统古典美月染眼中。交通地址。杭州西湖区转唐镇象山村352号。四眼景。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是文艺青年的最爱。那么四眼景则是小资青年的心头好了。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最文艺小资的杭州份儿。 各种青年旅社。创意主题餐厅临次致比。最具现代化气息的景点之一。那些独具特色的店铺名字。每一个都别出心裁。引人遐想。还在等什么?拍照造型。走起。交通地址。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湖风景名盛区湖跑路。锅庄。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标签。 中楼之于西湖。西湖之于杭州。而锅庄。这个距离西湖不是很远的小众景点。在这里可以看到另一面的西湖。 见面而又安详。少了游客的嘈杂。多了几分山水自然。 非常适合记录眼中不一样的西湖。交通地址。浙江省杭州阳公第28号。临安城遗址。这里是曾经的天子脚下。如今只剩下一面古城墙。站在前人曾经驻祖的遗址之上。 抚摸历史的沧桑与冷漠。仿佛可以瞬间穿越到那个曾经的南宋王朝。只是眼前浮现不在。 交通地址。杭州市紫阳街道查远前乡50号。梁主文化村。这里就是拱城桥附近。要说最值得一看的。可能就是梁主博物院了。这里至今保存着正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梁主遗址的文化和文物。也是在那一刻。我发现自己心中。真的有一份爱国之情。交通地址。 杭州市渔航区玉鸟路12号。杭郭老厂房。这里是杭州20世纪的一个工厂。不过现在翻身成了城市之星工业遗存保护区。破旧的厂房。时间赋予它颓废的气息。在新的时代。 库柳逢生幻发新的升级与活力。非常适合文艺青年。或者想拍《酷酷女孩写真的小姐姐》。交通地址。杭州市东兴路366号。杭州地道美食。 叫花童子鸡。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。黄荣叶之醉酒叫花鸡俘获老顽童。让他将全身绝学传授给过。看着屏幕锦目上的蒸腾设气。浸不住自己的咸水。 不吃意要是来了杭州药花童子鸡之正宗的鸡。怎么行?叫花鸡要用泥土烧制。熟了之后敲碎泥土。剥开裹着的层层荷叶。清香扑鼻。香嫩不柴。吃一口满嘴油香。食不见齿。绝对够经典。定胜高。苏杭一带的糕点。种类繁多。口味独特。明清以来名气都很大。 要说最具代表性的。非定胜高莫属了。定胜高吃起来极其软糯甜棉。江南柔骨似乎也化在口中鼻尖。甜味不少不多刚刚好。也不会吃腻。闻起来清甜。吃起来更美味。定胜高的原材料都十分健康。完全不担心会胖。定胜高还能养生调理,美容养颜呢。皮尔川。 杭州为数不多的传统面食之一。面汤是用骨头汤熬制而成。面条几斤熟搓。净到爽滑。加入笋菜等其他佐料。美味漱口。回味无穷啊。龙井虾仁。 这道菜。需选用清明时节的龙井心茶。配上大和虾。上功力深厚的厨师精心烹制。芳芒展现这道菜的魅力。虾仁嫩白如玉。心茶碧绿清香。 这一绿一白的色泽。即便是看着。也十分舒服。吃一口满腹茶香。滋味更独特。亲口开胃。可以说是一绝了。据说这还是乾隆爷下江南时。厨师为取悦龙颜。于是创新烹调的成果呢? 杭州酱鸭。北京有烤鸭。杭州有酱鸭。做鸭呢?一定要肥。瘦鸭请走开。杭州酱鸭首先要选用成年、肥硕的鸭子。然后再经腌料精心腌制而成。是杭州传统的特色名菜。酱鸭色泽红。阵阵鸭香扑鼻。尝一口。鲜美的不像话。猫耳朵。小时候天真的一味。 猫耳朵真的是可以拿来吃的。后来才知道。猫耳朵只是用面粉捏成猫耳朵形状而已。杭州的猫耳朵。据说还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。苏杭绝对是乾隆爷的真爱。偶然促成的一道美食呢?没曾想乾隆皇帝十分喜欢。于是流传下来。就成了苏杭一代的一道名点。小桃苏。 据说这是早堂元时期。一些农民在景德镇做陶工。一位农民把自己带的面粉中加入陶神碎末。放在窑炉上烘烤。其他人看到这种干粮十分耐吃和保存。便纷纷仿效。 经过一代代农民智慧之货的烤制。于是便有了现在的小桃苏。口感酥脆甘甜。十分好评。三都麻糍。其他地方的麻糍。皮和馅儿是分开的。吃的时候蘸着糖吃。 糯米的劲道与糖的甜味共同融合在舌尖。三都麻糍呢?却不是这样子的。 得是把红豆泥、芝麻糖全包裹在麻糍里才算完整。一口咬下去。芝麻的香味在舌尖四散开来。吃起来倒是别有一番风味呢。 撞圆饼。撞圆饼是苏杭农村十分流行的特色小吃。制作手法也是十分朴素。撞圆饼的好吃源自哪里?主要是因为它的馅料。撞圆饼外皮是薄薄的一层。 那里加了倒堵菜。鲜嫩的青菜加在烤制香脆的薄饼之间。皮薄馅多。伴随阵阵清香。味道十分鲜美。不少人都说。吃了状元饼。会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。 糯米素烧鹅。糯米控一定不能错过的一道杭州名点小吃。糯米素烧鹅的外皮用的是豆腐皮。里面加了晶莹剔透的糯米和甜豆沙。各种料铺成一片。再像卷寿司那样包起来就可以了。豆腐皮的韧劲儿与豆沙粘腆相互融合。口感十分美味。 。